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俗语有句话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为什么夏天这段时间要养阳气呢? 就是因为我们流汗流得多 所以我们有时要养阳气 来到令到我们身体更加好一点 平时在夏天这段时间 心气当令 我们应该按一按 这个手指尾 按住这个位置就是笑虎穴 这个位置可以帮助我们养心安神 睡觉都会好一点 除了这样之外 我们夏天如何养心呢? 大家不妨看一看我以下短片 您好我是杨明霞中医师 今天是夏天第三个节气芒种 提到芒种在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忙于耕种 再深一层的意义 就是有芒刺的物类农作物 例如小物大物这段时间 就开始成熟了 所以就开始要收割 另一个意思就是 有芒刺的杜谷类农作物 例如小米和黄米之类 就开始播种的时候 所以就叫做芒种 芒种这段时候 大家都会知道 5月初五就是农州节 在这段时间 很多时候人们就会包种 吃一些糯米种 或者碱水种之类 大部分人都知道 我平时建议病人 最好吃一些有米气的早餐 例如粥、米粉、饭 我会建议大家在端午节的种里面 不妨加入小米或者淮小麦 小米性质偏良 亦都可以帮助健脾胃 在这段时间 夏天心气当令 我们不妨用小米来养脾胃 清一清虚火 另一方面就是淮小麦 可以帮助我们安神养神 有时加在糯米种里面 都可以令到我们 没有那么容易有滞气 今天姚慈汉方慈善基金的二卖项目 就是我用总业所做的 一些夏日消滞茶 希望大家支持 夏日消滞茶 有些消滞消脂 和健脾胃的草盆 帮助大家迎接 这段时间端午节 可以帮助我们消脂消滞 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清一清心火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在我身边这里 就是很漂亮的沙滩 平时我很喜欢游泳 尤其是去沙滩游泳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学习游泳的经历 在很小的时候 我很喜欢游泳 但是学不懂 学了十几年都不懂 直到我二十五岁的时候 我自己想想 究竟我最怕的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水牙 就是下水的时候的水牙 第二就是怕浸死了 所以我就就着 我这两方面恐惧的原因 我一一剔除了 我首先去到一个比较矮的泳池 习惯一下水牙 另外我就和自己说 就算怎么浸身的话 我一脚撑起身 都不会浸身的 所以在那段时间 就慢慢习惯了游泳的感觉 慢慢学会游泳 在这方面 其实我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平时如果我们有什么困难 只要我们分析我们恐惧的原因 就可以一一解决了 而且游泳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学会平衡和放松 游泳的过程才可以令到我们游得远 和游得开心 人生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平时有一种放松的心情 和一种平衡的心态 我们都会令到我们生活更舒畅 和更美满一些 这段时间就典型夏天的开始了 这段时候 鼠热的天气不断升温 鼠必相阴 我身边这棵是虫树 在香港有很多虫树 通常是马尾虫为主 我们平时吃的虫子仁 其实是来自一种植物 叫做红虫的植物 虫子仁它本身有长寿果之清 它可以帮助我们滋阴沸 同时可以润长通便 我们包肿的时候 不妨可以加少少虫子仁 也可以加强润长通便的作用 也令到我们不会因为吃太多糯米 而有滞气 我今天想介绍一个动作给大家 就是帮助大家清心火安神 方法很简单 我们手这个位置 中指指着这个位置就是奴公穴 我们平时可以用拳头 这样扣击 早上大概11点至1点 这段时间是心经运行的 透过敲击这个劳公穴 都可以帮助我们清心火和安神 今天很多谢大家 收睇《瑶慈汉汉汉慈善基金》 《养生乐园》这个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直接Facebook 《杨明霞医师》这个专页 我会解答大家的健康问题 我成立《瑶慈汉汉慈善基金》的愿望 就是想将中医养生的概念 宣扬给更多的人 令到更多的人 可以在身心灵方面得到受惠 另一方面 我想将中医养生的概念 来兴办一个优质的中医老人养生的中心 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长者和老人家 在这里 多谢大家支持《瑶慈汉汉汉慈善基金》 《养生乐园》的这个频道 也希望大家能够慷慨解囊 来帮助支持《瑶慈汉汉慈善基金》 达到这个愿望 我们下周ated《亜慈汉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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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